走吧 我收拾好了 哎呀 今天太累了 不想去吃饭 改天吧 可是咱们都给伴伴约好了呀 我俩这都好多年没见了 再说你的工作都是人家给你介绍的 人家这次从麦地回来 咱们理应给人家接风洗尘呀 哥们 我在试地饭庄呢 就差你了 赶紧来啊 你不是远吧 远什么远呀 打个车就十来分钟 赶紧 好好好 那伴伴呢 伴伴什么伴伴 你跟人家伴伴同样的年纪 人家天天打扮得跟十八岁小姑娘一样 你呢 脸上斑斑点点的 那眼角的皱纹比抹布还夸张 完全就像个五十岁的大妈 还好意思跟人家一块吃饭呢 你不嫌丢人 我都替你抬不抵操 要去你自己去 我走了 老公 我想买瓶粉底液 你看这个色号怎么样 一瓶粉底两百 你能不能省点钱别这么败去啊 这不是我发奖金了吗 而且明天我过生日 我想犒劳一下自己 奖金 正好我看中一块手表 你帮我买了吧 两千多 这我还怎么买粉底液啊 就你这眼圈 什么粉底液能遮住呀 简直就是浪费钱 还不如给我买块好表 我出去谈项目也方便 可是 哎呀别摸摸鸡鸡了 我自己买 喂 你在哪呢 我这会儿身体特别不舒服 你快点回来带我去一下医院吧 你又交情什么呀 我在那边应酬忙着呢 你自己打车去吧 一饼 送完了 是不是嫂子催你回家呢 回去干嘛 对着个黄脸坡一点意思都没有 你是不知道 他脸上不是雀斑黑眼圈 就是皱纹 一块好地儿都没有 我看着都反胃 这几天不见 你怎么变得这么漂亮呀 皮肤透亮有光泽 这眼角一点皱纹都没有 人家说你十八我都信 怪不得我呢 朋友总是嫌弃我 你有什么保养经验吗 快再见给我 哪有什么经验呀 不过是好运气碰上好产品罢了 就是这个 黄金银锐眼毛的 像我们眼部有干纹细纹的 都可以使用 真的可以缓解吗 我试试 当然了 你看 就这样敷在眼部周围 它会越来越薄的 我能感觉到精华在被皮肤慢慢吸收 怪不得你眼角一点闻都没有 是啊 这个眼膜是凝胶材质的 放进水里就直接融化了 像我们女人25岁以后 眼部老化特别明显的 用这个就可以很好地改善了 那这个会不会很贵呀 不贵呀 现在上家正做活动呢 两盒加起来才39块9 而且一盒有60片 每天用都可以用两个月 很实惠了 点击视频下方小黄车就可以购买了 那我也去买两盒 这下她一定会回心转意的 傻姑娘 女人变美不为别人 只为自己 与其苦苦讨好他人 不如努力提升自己 远离那些消耗你能量的人和事 自己开心最重要 有什么事不能在家说吗 非要出来 哟 今天怎么打扮的这么漂亮 这还是我老婆吗 我们离婚吧 为什么呀 难道就因为昨天我没陪你去医院 我都说了我昨天在应酬 你 不是因为这个 那是因为什么 我跟你结婚这么多年 逢年过节没有回过自己家 生日也没有收到过礼物 连生孩子都是我自己进的医院 这还不够说明我在你心里的地位吗 只要关于你的事永远都是大事 我的事永远都不值一提 我根本不敢想象 未来还要和你一起经历无数类似的事情 失望这个东西是从点点滴滴开始的 就像滚雪球 越滚越大 最后才变成了绝望 我是个直男 根本就不懂这些细之末节的东西 你们男人总说女人矫情 是细节控 自己是直男 借口永远都长不完 但是婚姻本身就是这些琐碎的小事拼凑而成的 一个真正爱你的人 他怎么会舍得让你一次又一次的失望呢 那也没必要离婚嘛 况且我也没带结婚证啊 没事 我带了 我带了 送给了 妈妈 我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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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无論不及 就是 我带了 我是带了 你 了 我带了 我带了